去海参丸旅游到底该抱什么样的团 哈喽大家好小鱼啊 最近咨询我去海参丸旅游的老友朋友们呢 是越来越多 然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要求的 想这样想那样或者怎样怎样的啊 我就一一给大家来解剖一下吧 我们现在啊 团团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种 然后呢还有些朋友呢 他说了我们就是不想跟团 我们就想出去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五六个人就想出去 然后你们帮我订兵馆 帮我们帮我们租财车 或者是再给我们请个导游 我们单独这种啊行不行 啊其实说句实话 呃不是说不行 但是呢他意思我们请导游啊 我们给导游每天多少钱 我给的费用 不是说不行 私信这样的问题人越来越多 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他不了解 然后我说那你要单独请导游也可以 但是你也报销导游的签证 导游的路费钱导游的赤柱钱 你都得报销这些之外 你还需要再给人家导游这个单独的这个服务费 然后有的我有朋友很不理解 啊为什么他导游怎么当呢 啊我单独请的导游 我还得给他报销路费 我还得给他报销签证 我还得给他报销赤柱 那我还要在干嘛呀 怎么怎么样呢 其实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现在呢就是咱们去俄罗斯旅游呢 呃如果你跟团队的话是免签 但是如果你不跟团队的话 还是需要办签证的 导游也是一样 我们导游不带团的话 我们自己去俄罗斯 也是需要单独办理签证的 然后我们旅行团 他所说的免签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免签 只是你报团之后 你的签证啊 是免 你是不需要去单独报签证 但是我们旅行社呢 会出一个集体的大名单 叫我们叫他团体签证 团体签证就简单 就是我们这边把名单传上去 俄罗斯那边给我们发来那个 道歉寒 这个签证就算是完成了 就是旅行 旅行社和旅行社之间的这个 我们叫他团体签证 你们明白了吗 我们导游也是 只有在带团的时候 我们导游证 我们导游打头名 打第一名 因为他是按号的 你过关的时候也是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一号是谁 二号是谁 三号是谁 四号是谁 这样排队 导游是第一名 导游得用他的护照 他的导游证 才能打出来这个团队签证 必须得有导游 必须得有导游证 你才能打出来这个 团队签证 如果说我没有导游证 我就想带团 我是打出来这个团队签证的 我依然是要自己 单独走签证的 这个问题就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为什么我说 你们想单独请个导游 领你们出 你们办电子签出去 然后导游 也需要办签证的原因 因为我们不带团的情况下 我们想出国 也必须是办签证的 没有签证 我们也出不去 而不是我们是导游了 我们想怎么出国 就怎么出国 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 其实就是这两天就问我很多 我就说那你就得单独 你什么签都得给人导游出 然后我们为什么跟团 你们就不需要 因为这些费用 旅行事给我们报了 签证 用我们导游证 打了这个签证 然后做时速什么的 全都是 全部 直速车票 全都是旅行事给我们报了的 然后我们再带你们出去玩 你们明白了吧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这个是 就是是我想单独这样出去玩 其实这样出去玩也可以 其实我们在国外也可以 就是单独 有的朋友说 我们就是想单独包车 其实你们想单独包车也可以 其实完全不用请导游 因为我们 我们可以在国内 跟你联系好车 联系好国外的车 然后你们到国外 然后那个开车的那个司机 可以兼导游来 带领你们 就是 无非就是这个车一天多钱 比如说 一般在国外 跑这个 这样车的都是这个 阿尔法 七 七座的那个阿尔法 那个商务车 一般都是这个车 一天多少钱 然后你一天给人家 就一天给人 把车杯给人家来就行 然后想上哪 人家带你 然后住宿呢 自己订 因为啥 现在是旅游大王级 俄罗斯的住宿 太难订了 海参崴 根本就订不着房 但凡你能订上的房 基本上 都是 两千三千 而且不在市中心 便宜的 也是八九百 也全都不在市中心 你要想订好房 市中心的房 我昨天上网看了一下 两千三千 怎一下人 这个价格 我也说了 住宿现在非常贵 这种玩法呢 适合什么样的人玩呢 就是适合 我不差钱的 我就想上国外玩了好的 自由 这个就属于自由行了 在国外给你配了个翻译 配了个司机 配了个车 天天带你们 你们想上哪上哪 然后这个司机和这个司机 也可以给你们介绍 今天给你们当翻译 想怎么玩 怎么玩 这种呢 就适合不差强的人 就是这个是玩的最舒服 也是花钱最多的 然后再就是说性价比最高的呢 还是抱团 但团呢 现在有很多很多种 有这个便宜的 有贵的 有纯玩的 然后还有各种尊享的 什么样的团都有 现在一开始 我们这种春玩和这个品质 有现在呢 又多了一些什么 可以跟团一天 剩一天自由休 但都是四天三晚的 然后还有什么 天花板的旅游 就是人少的 因为现在像这种 春玩团 然后品质团 都是一个团 三四十个人 咱们还有什么 考斯特团呢 一团就十几个人呢 就考斯特车 然后还有 还有什么 就是那个 什么都包含呢 包括有的 因为大家都看到 我到国外我有那个 实弹射击那种 什么都包含的那种 什么都包含 但也是四天三晚的 住的呢 都是这种三星酒店的那种 也有这样的团 但是呢 价格不一样 现在最便宜的 就是最 就是像你们能符合 大多数人要求的 这个团呢 就是那个 我介绍的这个 纯玩团啊 盖寒都寒了 也是四天两手去了 把海神宛市区 能看的 基本上都看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 额外的消费 就是普通的去看一下 但是如果你想玩的 稍微好一点呢 就是我说那种 特色小包团 也是最少四个人成团 对多六个人的 多了也不行 阿尔法车 然后给你 该包含都包含了 吃喝住 玩全是最好的 什么连打枪什么 都包含了 然后呢 就是你想 再深度游一些的 那就是我说的那个 出门出去 你们几个人出去 包个车 然后订个宾馆 然后司机见到游 令你们去玩 这个就是完全自由行 你们可以不逛 常规的景点 可以玩 你们想玩 比如说在海人海 能玩的 我领大家去看 我去玩 我拍视频的 比如说可以去海调啊 然后你们可以 租个游艇出海啊 那个租个游艇出海 然后可以 再配一个水鬼 水鬼是什么的 就是在船上 给你们到了海里的 到了深海之后 他下到海底 给你们在海里面 直接捞出海鲜 直接吃啊 可以抱游艇出海 玩一天啊 然后还有自己去单独 让司机开你们 去打枪的地方 想怎么玩 怎么玩 然后再去一些 就是不常规的景点啊 都领人们去看一看呀 就是这种 就相对来说自由 但是价花钱 肯定也是 也是最贵的那种 你们知道吧 就是无非就是这一种 像咱们现在 就抱普通团 也就是现在 性价比最高 这种普通的这种团 就是你 存满的这种 普通的 就两千多块钱 这种团 也就是去 去看一下子 就是去看一下 我到了 我去 我出国 我到过海深外 我看了一下 海深外是市区什么的 然后把一些 就是在海深外 世界又普通 普通通看 又不耽误时间 能体验的东西 都体验了一遍 然后你想深度 有稍微深度 有点呢 就是抱 那个特色 那种小包团 还能带着你们 去打打枪 去看看这个庄园 去看看这个 去看看那个 然后再深度的 就是 我跟你说的这种 自己出去 抱车 然后 不爱行程走 抱车 想上哪 然后司机拉着你们去 什么出海什么 他们都可以帮你们联系 这种玩 无非就是 现在就是这些种 咱们出去玩 无非也就是这些 像海深外 还有赌场 你可以去 开车 你们去赌场 去看一看怎么样的 反正就是 无非就是 这些种 这些种 然后还有就是 刚才我视频开头 强调的 就是说 你们想找个翻译什么的 就是说 想要国内导游 跟你们出约也可以 但是你什么都得给人报 因为 我们不带团 我们也是需要签证 才能出息的 我们只有带团的时候 跟着团的名单 我们也是才不需要 签证出息 所以说 费用 我们单独带你出息 那所有的费用 就需要你来 就需要你来承担 但是如果跟团出息 这个费用是旅行室承担的 并不是我们导游 就很自由了 想出去就能出去了 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下转的费用 我们下转的费用 我们下转的费用